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类的IP地址 在TCP IP体系中 IP地址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在本部分里边 我们主要学习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IP地址及其表示方法 二、常用的三种类别的IP地址 如果我们把整个互联网络 看成一个单一的抽象的网络 那么IP地址就是给每一个 连接在互联网的主机或路由器 分配一个在全世界范围 是唯一的32位的标志幅 IP地址目前是由互联网名字 和数字分配机构ICANN进行分配 IP地址的编制方法 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首先是分类的IP地址 这是最基本的编制方法 在81年通过了相应的协议标准 第二种是紫网划分 这是对最基本的编制方法的改进 在85年获得通过 目前广泛使用的是构成超网 这是比较新的无分类编制方法 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使用 什么是分类的IP地址 分类的IP地址是将IP地址划分成若干固定的类 每一类地址都有两个固定长度的字段组成 其中一个字段是网络号字段 它标志主机或路由器所连接的网络 而另一个字段则是主机号字段 它标志该主机或路由器 主机号在它前面的网络号所指明的网络范围内 必须是保证唯一的 由此可见 IP地址在整个互联网范围内是唯一的 从分类的IP地址来去看 它是一种两级的IP地址结构 在32比特位的IP地址中 一部分是网络号 一部分是主机号 这种两级的IP地址也可以计为 IP地址定义为网络号和主机号 两部分来去构成 这幅图是IP地址的网络号字段 和主机号字段的分布 这里边A类 B类 C类地址都是单波地址 从图里边我们看到 A类地址的网络号占8位 而B类地址网络号占16位 C类地址网络号占24位 但这里边A类 B类 C类它的最高几个比特位 都有一些特定的值 来去标志本类和区分于其他的类 从主机号这一部分来去看 A类地址主机号占24位 而B类地址主机号占16位 C类地址主机号占8位 D类地址是多波地址 而E类地址是保留 为今后来去使用 由于IP地址是32位的二进制代码 为了提高可读性 我们常常把32位的IP地址 用其等效的十进制数字表示 并且在这些数字之间加上一个点 这种方法我们称为点分十进制计法 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32位的二进制 IP地址 我们可以分成八位一组 然后每八位用三位十进制数来去表示 最后中间用点来分隔 这就构成了点分十进制计法 下面点分十进制计法 列出了32位的数和等价的点分十进制数 32位的二进制数 看成是由四个字节构成 每个字节用三位十进制数来去表示 因为一个字节它的表示范围是在0到255 所以三位十进制数足够表示八位二进制数 那么中间再用点来分隔 即点分十进制计法 这个表里边我们列出了IP地址 它的指派的范围 从网络号这一部分来去看 A类地址 它的分布范围是从0到127 那么实际可指派的只有126个 即1到126 A类地址的网络号字段减掉两个的原因是 第一 IP地址里边全0表示这个 的意思 网络号字段全0的IP地址是个保留的地址 意思是本网络 第二 网络号是127的保留作为本地软件 还回测试 本主机进程之间来进行通信的时候 使用 B类网络号是1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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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指派的 所以网络号的范围要减掉一个 同样道理 C类网络地址 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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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指派的 所以也要减掉一个网络号 对于主机号来去看 A类地址 B类地址 C类地址 主机号的范围也都要减掉两个 这里边的原因是 全0的主机号字段表示 该IP地址是本主机所连接的单个网络地址 也就是我们说的网络地址或网络号 而全1表示所有的 因此全1的主机号字段表示 该网络上的所有主机 这里边这个表列出了一些特殊的IP地址 我们要知道 在IP地址里边 0在某些地方是不能出现的 同样道理 255在某些IP地址里边 它也不能出现 这里边 0.0.0.0 只能用于原地址字段 它表示本网络上的本主机 而4个255 只能用于目的地址字段 表示本网络上进行广播 但是这个广播路由器是不进行转发的 从这个表里边 我们就看到 如果网络号是0 主机号字段有一个值 那么它只可以用于原地址字段 表示在本网络上的某台主机 同样道理 如果网络号字段有一个固定的值 而主机号字段全1 这个时候只能用于目的地址字段 它表示对网络号上的所有主机进行广播 IP地址 它有一些重要的特点 第一 IP地址是一种分等级的地址结构 分两个等级的好处 是 第一 IP地址管理机构 在分配IP地址时 只分配网络号 而剩下的主机号 则由得到该网络号的单位 制行分配 这样就方便了IP地址的管理 第二 路由器仅根据目的主机 所连接的网络号来转发分主 而不考虑目的主机号 这样就可以使路由表里边的 项目数大幅减少 从而减小了路由表 所占的存储空间 第二点 实际上 IP地址是标志一个主机 或路由器和一条链路的接口 当一个主机同时连接到 两个以上的网络时 该主机必须同时具有 两个相应的IP地址 其网络ID必须是不同的 这种主机我们称为 叫多归属主机 由于一个路由器 至少应当连接到两个网络 这样它才能够将IP数据报 从一个网络转发到另一个网络 因此一个路由器至少应当有两个不同的IP地址 另一个特点我们要注意到 当用转发器或网桥连接起来若干的局域网时 我们仍然视为一个网络 因此这些局域网要具有相同的网络号 所有分配到网络号的网络 无论是范围很小的局域网 还是覆盖很大地底范围的广域网 都是平等的 这幅图画出了三个局域网 LAN1 LAN2 LAN3 通过三个路由器 R1 R2和R3 互联起来所构成的一个互联网 我们看到 在同一个局域网上的主机或路由器的IP地址中 它的网络号必须是一样的 这里边222.1.2.0 这表示网络号 那么在这个网络里边 它主机的IP地址 这个网络前缀部分应该都是相同的 同样道理 在LAN3这个网络里边 它的网络号是.3.0 所以所有的像主机它的IP地址 都是.3.后面根的一个数字 那么前面的网络号数字是一样的 对LAN1也是一样 它的网络号是222.1.1.0 这样所有的主机 它的IP地址里边 网络号都应该是222.1.1 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到 这里边对于LAN2来说 它通过一个网桥 或者是交换机连接了两个网段 但是在网络层来去看 它是一个网络号 对于路由器来讲 它总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IP地址 我们看到R1它有三个接口 这三个接口分别连接了一个本地的局域网 LAN1和两个点到点的线路 对于每一个接口都要分配IP地址 而且它的IP地址网络号是不一样的 同样道理 对路由器R2它也有三个接口 都要分配IP地址 而且每一个IP地址 它的网络号都是不相同的 那么R3路由器也是有三个接口 有三个对应的IP地址 也有三个对应的网络号 注意的是 两个路由器直接相连的接口处 可指明也可以不指明IP地址 那么这一段我们称为叫做特殊的网络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不给它分配IP地址 不管的事情 应该不会相关 值得以来这算是 是 就当你启程了 希望说